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659集 奢侈战 车席练龄之宝都是那次疯狂练龄武装自己后 白小纯作为黑鞭不断进行审问 搜刮收获而来的 此刻纷纷扔出毫不心痛 更是随着他话语的回答 这些烈灵之宝全部在飞舞中 一个个爆发出毁灭的波纹 瞬间就全部崩溃爆开 烈灵之宝的崩溃 白小纯有经验 知道这是将其内蕴含的天地之力 一次性的激发出来 形成的威力不俗 可就算是他有过经历 但这种一口气将数十件烈灵法宝全部自爆 形成的惊天之势 依旧让白小纯这里吃了一惊 不但是心惊 那些蔡家的族人 无论是族长还是族佬 全部都心神一阵 就算是他们也都不敢这么奢侈 要知道那些练灵六七次的法宝 放在一个魂修手中 也都如同珍宝一样 至于练灵九十次之物 当年周一星身为练魂家族族人 更是皆单大圆满 也都只是拿着这样的法宝而已 更不用说 这里面还有练灵十一十二次的宝物 如此一来 他们的自爆形成的威力 岂能少了 而且那种震撼 更是让人心惊神摇 暴力之声 瞬间就轰鸣苍穹 撼动四方 就算是原因修士 面对如此数量的法宝自爆 也都不由自主的向后倒退 全力阻挡 似有风暴 在这天地间肆虐而来 横扫八方时 采家追击而来的族人 纷纷倒退 甚至还有不少 在这轰鸣中 鲜血喷出 身体被卷出老远 巨鬼王也都心神凌然 方才白小春的话语 似还在他耳边回荡 此刻看到这一切 他立刻就意识到 这白号真的是拼命了 而白小春这里 此刻喘着粗气 借助法宝的自爆之力 加速前行 直奔千丈外的传送阵而去 速度之快 瞬间就是数百丈 眼看脚步抬起 似乎再有一步 就可横跨数百丈 踏入阵法内 可就在这个时 一声冷哼 木然间传来 那些猎灵法宝的自爆 可以阻挡蔡家族人 但却阻挡不住蔡家老祖 原本 这蔡家老祖 因有些忌惮 白小春重创 白家与陈家老祖的手段 所以才没有靠近而来 可现在却是顾不得太多了 不过他的警惕 也丝毫没有减少 虽一步走出 但也做好了 随时挪移的准备 此刻身体如闪电一般 刹那就穿梭这片法宝 自爆形成的风暴区域 出现时 直接就在了白小春十丈外的地方 右手抬起时 一身天然修为 猛然爆发 蔡家老祖 眼中还忙一闪 大吼力声给我留下吧 右手落下时 立刻这四方天地 竟在这一瞬如被凝固般 一股让白小春心神震颤的气势 无形降临 似要将他全身碾压的粉身碎骨 更是在他的前方 这天地之力凝聚在一起 居然形成了一尊九头鸟 这九头鸟全身漆黑 每个头颅的双目内都带着凶残 可偏偏身上散发出的胃呀 竟有天地之威 这就是天人 而这九头鸟 正是陈家老祖凭着天人修为 凭着竖法凝聚出的一道天意之身 若是换了其他修士 在这一刻 必定骇然失策 身形凝脂 甚至就连修为也都要被压制 可白小春具备四大分身 虽重创回归本尊 可依旧使得他无论是修为还是灵时 都比寻常修士庞大太多 还有他的肉身更是不死金圆满 更重要的 这不是他第一次面对天人 甚至在他的心中 对于天人的敬畏也都不多 这一切就使得他这里 在这天人压迫下 依旧可以抬头 在那九头鸟嘶吼 向着他这里吞噬而来时 发出一声咆哮 在这咆哮中 白小春身体竖得后退 此刻他已经来不及多想 也顾不得演戏 没有半点迟疑 直接就袖子一甩 顿时 他身上的几件皮甲 骤然离身 直奔九头鸟儿去 在那天地之力的碾压下 皮甲上 白小春当初留下的隐藏之法 顿时消散 使得其上四道金纹 清晰的显露 白小春大吼了一声爆 话音未露 那几件皮甲就轰然崩溃 爆发出 比之前数十件发宝刺爆 还要强烈的轰鸣 这一幕 让远处的蔡家族人 全部骇意的瞪大了眼睛 尤其是那几件皮甲上的四道金纹 刺目闪耀 更是让他们内心狂震 可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很快的 一件件皮甲 甚至还有一套 穿在白小春身上的长衫 包括帽子 以及几个看起来很是不俗的手镯 全部陆续飞出 毫无例外 全部都有四道金纹 随着飞出 巨都崩溃爆开 形成的冲击 就算是那九头凶鸟 也都暗淡了一些 更有甚者 白小春还左脚踢去 立刻一只闪耀着四道金纹的鞋子飞出 这奢侈狂暴的画面 让财家族人忍不住失声惊呼 这白豪 他就连鞋子也都练领了十四次 巨鬼王在他手中 亲眼看着这一幕幕 也都神情呆着 被白小春这里的豪情万丈 狠狠的震动了心神 蔡家老祖睁大了眼 一脸的不可思议 在这冲击下 他眼中煞鸡更为浓力 依旧追接而去 胡小杰就已临紧白小春 此刻的白小春借助自暴之力 身体倒退更快 距离那传送阵已经不到白杖了 眼看陈家老祖追来 白小春却目中露出狂喜 扬天大笑 等的就是你 蔡家老头 你终于上当了 我的杀手捡来了 白小春笑声回荡 右脚抬起一踹 立刻他右脚鞋子也飞出 那鞋子上 此刻也散发出四道金文 让所有看到之人 再次的目瞪口呆 随着白小春大吼了一声爆 蔡家老祖灭色猛的大便 这一次 他追杀白小春始终是缩手缩脚 究其根本 正是忌惮白小春重创白家 与陈家老祖的手段 此刻一听白小春的话语 又看到急速飞来的那只鞋子 蔡家老祖不敢去赌 身体骤然后退 在他后退的瞬间 那鞋子轰然崩溃爆开 威力不小 可却让蔡家老祖的面色 瞬间阴沉到了极致 更有怒意 白鹤 你耍我 蔡家老祖恼羞成怒的吼道 此刻一步走出 向着白小春猛的追击 可方才那么一耽搁 白小春此刻距离那传颂阵 已不到十掌 眼看就要迈入其内 蔡家老祖却怒吼了一声 右手掐局 向着白小春猛的一指 这一指之下一声凄厉的嘶吼回荡 那九头凶鸟如全身燃烧 速度暴增 轰鸣间直接追上白小春 狠狠的轰击而去 白小春面色斗变 全力阻挡 可就在他阻挡的瞬间 这九头凶鸟竟猛的出现冲叠之影 居然化作两尊身影 一尊轰击白小春 而另一尊则是出现在白小春身后 直奔的传颂阵而去 不好 白小春心声晃动 他立刻就明白 那蔡家老祖的目标不仅仅是自己 还有自己身后的传颂阵 轰轰之声 滔天而出 传颂阵所在的废墟 被那九头凶鸟轰击 直接就崩溃 崩开 防约数千丈 所有建筑全部摧毁 甚至地面都被生生的卷起三尺身 远远一看 形成了一片凹险 甚至都出现大量的裂缝 显然是陈家老祖 虽不知道具体的传颂阵的位置 所以来了一个全范围的毁灭 而白小春这里 也被那另一尊九头凶鸟撞在身上 喷出鲜血 重创倒退 两枪中踏到了 这弥漫了裂缝 曾经是传颂阵所在的地面上 我看你怎么逃 这蔡家老祖 嘴角露出凝笑 可这笑容刚刚出现 却突然的灭色大变 此刻的白小春 也一样灭色变化 露出不可思议 只见他的脚下 那片凹险的地面 竟散发出璀璨的传颂之光 这原本应该被毁去的传颂阵 竟毫发无损 甚至这传颂之光 明显与之前的传颂阵不同 此光更为刺目 传颂之力更大 熟悉阵法的人 一眼就可以判断出来 这是远距离传颂阵 实际上也正是如此 这阵法 就是陆室友先祖留下的 传颂十万里的阵法所在 而一路是有先祖的手段 可以说 那数百个阵法里 其他都是掩饰 唯独这里 才是真正的逃命之所 又岂能被人轻易回去呢 但显然 这个密阵的外部 却被蔡家天人老祖钢材所破坏 使得白小春 无需不死记 就已直接踏入阵法内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